古代的二十四校有歌谷聊青的故事 那么现代的二十四校 则有娟肝救母的孝子 这位孝子就是高雄正修科技大学 电子系的学生莱维霆 那么校方今天除了颁奖表扬她的孝性之外 也鼓励学生要多孝顺父母 影片中的人物没有经过刻意安排 但看得出母子俩身后的情感 从当初知道母亲病危 到捐出肝脏 硬是将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母子情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 我很感恩你 感谢你 没有你 现在的妈妈坐在这边 不是我的姓名 我是你的姓名 一旦去 我们一起走下去 一起笑着看沿途风景 我最最亲爱的你 最真的一句永远守着爱着你的 历经换单手术 莱维霆和妈妈感情浓得化不开 而这样的孝心也让她就读的学校深受感动 不仅颁发校替楷模表扬 还给予奖学金 就是希望让这样的故事能够感动更多的人 最亲爱的你 好像亲情之间的疏离感 因为个人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自己的学业 那这种亲情之间的互动跟感召 那我认为他们这种精神是值得的 让我们来推广推动的 应该考虑没有很久的啦 大概一天就考虑了 OK就要捐就捐了 到最后是妈妈真的 她是打电话直接说我能不能捐给她 她已经会怕了 所以是她拜托我 我本身也想说 一开始是我想说可以捐 可是她不让我捐 当初母亲病危 莱维霆毫不犹豫决定捐肝救母 甚至手术完成后 脑海里唯一闪过的就是母亲是否度过难关 我妈妈动完手术很好 可是那时候我好像刚推进去病房的话 还要等三四个小时她才OK 那时候情绪就蛮起伏蛮大的 想到是希望我妈妈可以活下来 手术后三个多月 莱维霆和母亲恢复情况良好 对于学校特别颁奖表扬 内心也十分感激 如今最希望的就是毕业后赶紧投入职场 改善家里的经济 才能让母亲早一点卸下身上的重担 港路新闻王少宇采访报道